中共官媒週二通報 廣東中山市委政法委原副書記 沙溪鎮原黨委書記胡永康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在被調查 1972年到2013年2月 胡永康一直在中山市沙溪鎮工作 曾任沙溪鎮政府文教助理、鎮黨委副書記 鎮長、書記、人大主席 隨後調到中山市 任市政法委副書記、市委政法委調研員 2016年9月退休 另據明媒網報導 胡永康任職中山市委、政法委副書記 市委政法委調研員期間 當地法輪功學員不斷遭受迫害 其中陳曉月被迫害致死